就是我们希望9月底前 接受大家的申请 会从中低收入的青年朋友 到一般的青年朋友 然后我们希望10月底前 能够交出第一批的车子 那未来也是希望每个月 都能够来固定的交车 那我们先把这个12000台 能够把它陆续的每个月 用稳定的数量把它交车交出去 记者会上有关青年免费 电动机车政策进度 市长谢国良表示 希望9月底前受理民众申请 10月底前就能发出 第一批电动机车 在9月会跟两家 经过来表达意愿 并且评选完成的企业 来这个共同设立展示的一个环境 我们希望在人潮众多的地点 来接受大家的申请 那现在也透过民政系统 再接受大家的申请 预计我们希望在9月下旬 就可以接受大家的申请 申请上会从中低收入户的 这些符合资格的青年朋友 开始做第一阶段 然后就会陆续扩散到其他的符合这个部分的申请 基隆市政府8月底公告 光阳及中华汽车所提供的三款电动机车为主 谢国良表示 未来会选择人潮较多的地方举办说明会 感谢议会的支持 最佳预算有通过了一万两千台的这个电动机车 所以预算是足够的 那我们现在也都定期跟这些企业在讨论 有关于充电站的建制 因为电动机车还是需要有固定的电源 这个电源来自于一般的充电站 以及一般的换电柜 这个部分我们也在积极的协调厂商在兴建当中 依照市府公告 业者依机型订出不同月费 从每个月599元到1099元不等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和业者会积极建置充电站和换电柜等 让民众有足够的电源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